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哪有人喜欢面对 可是又逃避不了 自古多少人追求长生不老 却不可得 究竟人为什么会死 既能衰退老化 为什么会衰退老化 有生必有死 很自然啊 圣经却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给我们 死亡是罪带来的 罪 我公正守法哪有罪 对 你是好人 但圣经对罪的定义 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 怪不得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结果就是死 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信靠耶稣 耶稣是神的儿子 却甘心为了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人的大罪羔羊 为你而死 但也为你而生 因为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过来 使凡相信祂的人都得到永生 永生就是这么简单 不必千辛万苦去找灵药 也不用苦苦钻研或是修行 只要你相信耶稣 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做救助就可以了 朋友 如果你愿意得享永生 请跟我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已经为我承担了罪的结果 现在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助 使我得着永生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刚才已做出了祷告 恭喜你 你已得着永生 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 若想进一步了解信仰 欢迎与我们联系 愿神赐福你